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喜 myradio.hk 好 歡迎來到學生主場 我們今天又再找到阿樂上來了 大家可能忘記我剪了頭髮 我都剪了 我都剪了 越剪越髒 越髒 沒關係 其實這個禮拜發生了很多事 第一件事就是陳文 陳文那裡就是我們偉大的角師出了問事 接著就有City Line老母 全城問候City Line 明天就開場了 場播 第三件事就是全地球都均動 就恐襲 巴黎恐襲 我們不如巴黎恐襲開始先說吧 巴黎恐襲第一個人想到的東西是怎樣 這幾天大家都在討論換Icon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討論是很無形容的 大家覺得有些很極端的本土派 就會認為很堅持不換Icon 有些左派認為現在換Icon關你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這是個人自由 雖然平時我都很崇拜仇孝董的說話 但這次我覺得邱克龍是幫不下的 有些人是要做一些很廉價的表態 我都同意他的批評 所謂轉頭像的表態是極度廉價 今晚聽說有一個盜獵晚會 我很肯定香港人是不會去的 一頭像就轉 但不會去的 他是知道也不必知道 但不要緊的 有些事情做到多少就做 是夠做的 是很廉價的 不過起碼都算是一種表態 你問我他有什麼功用我就答不出 給多些人知道這件事 我的想法就是轉頭像可能是 問題不是在轉Icon那裏 問題是有些人轉了Icon 當做了事的心態 是不是代表我轉Icon就是當自己做了事 不一定的 我轉Icon是一個表態 但我做不做事和我轉不轉Icon是沒有關係的 都是呀 等於叫爭取民主 中國叫了30年 什麼春都沒有做過一樣 可能從一開始雨傘革命的時候 轉黃絲帶Icon已經是這樣的 但我覺得問題不是你有沒有轉Icon 而是你有沒有做事 是是是 轉紅白藍膠袋就 其實真心沒什麼實際意義 是沒什麼用的 但轉不轉 其實我有一點認同的就是關於論事 我喜歡轉就轉 不喜歡轉就不轉 但你做不做事又是另一件事 你可以說批評他昂糕 但你又不能夠覺得不讓別人轉 就是個人自由 第二個 轉頭像這些我們不管了 你知道他轉不轉 真的有價值的討論 在於這個所謂 究竟是不是所謂和平大愛 令到這次的災難出現 究竟是不是so call 大家口中 歐洲左膠不斷放難民進來 無差別對待 非洲的同胞都是我們同胞 究竟是不是這件事 大量擁入難民最終導致了這次的災難 我覺得某程度上 絕對是因為難民 今天新聞都說 起碼有兩個是混入難民之中進來做恐襲 我覺得你說大愛和平 我認同的 我覺得是口號式的事 但你都要做的 但你在沒有保護到自己國民的前提之下 你就去大愛和平 其實是很荒謬的 如果你有一個機制很清楚跟我說 我又信服到的 就是怎樣去令那些恐怖分子不混入難民 而你是接收到真正的難民 一個恐怖分子都不會有 你給我一個很好的機制 我會接受到的 你接受難民 但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連自己國民的安全都沒顧到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顧其他人呢 這就是所謂 人們批評所謂的左膠 無差別對待的概念 其中有一種論點 有一種論述就是 無論他什麼身份都好 他走過來尋求庇護 那你就應該接收他 你就不應該用什麼背景審查 宗教審查這些理由 去阻撓別人去進入你的國家 有一些論點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出事 你怎麼能夠不審查呢 其實你等於這麼多年來 你任何國家的移民都要審查的 你都要知道他不審查 很多年前就未必有恐怖分子 但其實一直都要審查 他的接不接受到當地的文化 是否 loyal to他的新國家 一直都有這些審查 但就不知為何 在這波難民潮當中 大家就不理會了 是不是都先放進來 大家就覺得這些人很慘 慘不是很大的 這個政府其實是 責任是國家人民 即是說法國 法國政府最大的責任是 他國家人民的安全 他在這個前提也 搞不到的前提之下 他怎樣去搞其他國家的安全 因為這樣說 可能有些人會說 你什麼都說是阻加問題 但其實很有趣 聽說如果我沒有記錯 資料大概是大半年前 還是一年前 法國驅逐這個 吉福塞非法學生 總之就是一些外來的 非法制留居民 但驅逐的時候 就惹來了大批的所謂左翼青年 上屆抗議 差點釀成衝突 差點釀成武力衝突 你看到 真的很有趣 在這個和平大外平等的法院 你發覺 是一些這麼 本末倒置的情況出現 是啊 即是和平大外的原則 都是要遵守法律 我會這樣說 你移民過你 即是你很清楚地說 那些人是真的 有permission去移民過你 你一定要接受他 我可以這樣說 你有責任去接受他 去了解他 但當他是非法的時候 其實他本身這個 這個前提已經是犯法的時候 那為什麼要留他呢 都是 真的 好有趣 我uncle 是鬼佬來的 瑞典籍 在美國居住 他最近就來了香港 我這幾天跟他吃飯 我跟他搭打車 我跟他吹起這件事 講巴黎 他就拍了桌子 拍了椅子 這個完全是預測的 如果你讓你把很多的民進去 你的國家 無法再生存 他們的 religion 和背景 你能夠完全預測 這就是結果 有些事件會發生 這是確實的 即是他很生氣 其實他很生氣 是獨有的思想 不是所謂本土白獨有的思想 即是 我這位來自美國的uncle 都在說 那些東西是完全預測到的 但聽說你也很大愛的 你很愛草的 我很愛草的 你又追擊我了 你不要再挑撥離間 我跟中大學生會的關係 你也很大愛的 我很大愛的 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的看法是 很認真的 我覺得放難民進來是沒有問題 或者 調回香港的 context 放中國人進來是沒有問題 但前提是 你必須要愛這個地區的文化 接受這個地區文化 努力去融入這個族群當中 而且最重要 你一定要是 Loyal to that country 在香港 其實你一定要 Loyal to Hong Kong 如果不是 你好像那些伊斯蘭的移民 你去到德國 去到法國 但你又不想改變你的生活習俗 又要人家 甚至要求人家去餐廳 不要提供豬肉 不可以蝕俗他們的宗教 這些是很可憐的 你去別人的 country 你去別人的 country 去遷就你自己的文化 你這麼不妥別人的文化 你都不喜歡別人的國家 為甚麼你要過去呢 為甚麼要移民呢 這件事沒有意義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果然是比較大的 我一向都很大開 不如這樣說 有趣一點 我們不要這麼悶的討論 如果香港發生恐襲 你覺得香港人會怎樣 香港人 我覺得會第二天照常上班 大家都當沒事死了 你會覺得 我們轉個icon 我們轉個香港icon Pray for Hong Kong 死了Mary 就是Pray for Mary 然後第二天照常上班 沒有很多事 我覺得第一件事不是照常上班 第一件事是馬上恆子 看跌倒幾點 也是 你想問 香港人全民皆股 第一件事是看恆子 接著他們就會支持中國出兵 伊斯蘭人國 理由就是 為甚麼那群混蛋 累了虧了幾十萬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香港人完全是這樣的動物 完全是 他們會想錢 他們不怕恐怖分子 他們不怕第二天照又恐襲 他們怕第二天照又不上班 被人解僱 恐襲不用上班嗎 恐襲也要賺錢的 恐襲炸了Mary 英王道沒有炸爛了 你照老公的 其實這個是在我家裡看到 發覺恐襲這件事是很大件事 但我問我家人 你知不知道上星期五發覺發生甚麼事 他們說什麼事 是不知道的 接著我跟他們說 就算香港發生恐襲 只要不是在家樓下 你們都不會知道 最重要是每天就是 上班 炒股 看TVB劇 看TVB很重要 睡覺的 看TVB很重要 香港人的生活習慣 別說那麼多 人們又說我們批評港珠 又說我們自命清高 不是那麼好 你很大愛 我很大愛 我很大愛 我也是港珠 也是一個很認真的問題 巴黎恐襲這件事 究竟說 背後說 究竟有些人將整件事 歸根究竟說 其實這個是西方那麼多年來 對於伊斯蘭宗教的迫害 對於中東人民的迫害所引致的結果 所以千錯萬錯都是美國人的錯 或者法國是自食其果 今天有個很出名的 上了位 有個女生 講大生 她說如果你有讀過金融的小說 和對於國際政治有少少認知 你就會很敬佩ISIS那種狹義精神 你怎麼看 這個簡直是按鈕 是不是ISIS就是羊國 美國就是金輪花王 我是某程度上認同 但最後那句太荒謬了 我是認同 現在中東的問題 很大程度是美國做出來的 但是 是不是代表他們 就有這個正當性 去做這些恐怖襲擊 我認為是 我不會說到他們合議 但是我會說 美國佬都不是好人 美國佬不是好人 但不是代表ISIS是好人 我覺得 一邊好人一邊好人 但在中間分 兩邊都是奸 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最喜歡的 社會學研究 把同一個scenario 我們搬來香港 美國那麼多年來 所謂就叫做迫白中東 但是很明顯 最多的我們都接受不了 所謂恐怖襲擊的環拖 但是 中國那麼多年以來 特別是最近幾年 搞我們香港人搞得那麼厲害 大家會不會接受 可能就說 有朝一日 香港真的不行了 可能共產黨入城 解漢軍入城 香港就正式被中共接管 那到那個情況 問一下你 你會不會接受香港人 以恐怖襲擊作為一種抗爭的方式 會有人接受 但我個人認為是要武裝起義 多過恐怖襲擊 我們很左膽地說 要對準政權 不殺無辜 對 這個我覺得是很大的原則 蘋果日報都有報 就是 ISIS在法國恐襲這件事 其他的恐怖組織 是說他很血腥 很殘忍 其實你看到ISIS 我都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ISIS出來 最主要是阿蓋達裡面的組織 但阿蓋達覺得他們太冷血 所以你想想阿蓋達是911 阿蓋達已經很想冷血了 他都覺得ISIS冷血 雖然你未必會接受 但其實這樣說 恐怖組織都有他們的底線 即是你接不接受這件事 但他們都有他們的底線 我覺得我看的 看到底線在哪裡 我的底線就是不殺無辜 總之武裝起義 我是接受到的 但恐怖襲擊我都接受不到 即是那個感覺就是 梁振英都說你這傢伙是混蛋 那你真的很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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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說回自己的立場 即是大為人 其實我都不支持 即是就算香港又只有一日 兩日都這樣 其實我也不支持恐怖襲擊 我覺得你對準政權 以下內容就是完全刑事免責 即是打遊戲 即是打遊戲來說 即是你要推翻那個帝國 你是應該刺殺他的高位的NPC 你搞那個國王 你搞那些人幹嘛 那些人都是殺殺殺 他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即是我的感覺會是這樣 我想釐清一點 我所謂的不殺無辜的意思 不是真的 即是之前光復的時候 都說會整探小女孩 那些我認為是必要之惡 即是 即是說真的 即是我說的武裝起義 戰爭的時候 你不可能殺不到無辜 但現在很明顯 那幫恐怖組織的目的是 為了殺無辜 即是他不是很有目的 即是例如 他開槍射總統的時候 有人擋了子彈 那個人死了 那這個是避免不到的情況 但是 起碼你那件事的目的是 希望殺個總統 你不是為了殺平民而殺 即是我覺得 可能有無辜受害 是 可能是 是必要 必然會發生的事 但我們的目標 不是你無辜受害 不應該本末倒置 因為恐怖主義 其實是一個最主要的 或者是一個本身的 nature 其實就是為了要屠殺平民 去做到一個terror 這個這樣的做法 即屠殺平民製造恐怖氣氛 在ISIS的做法當中 將它變成極致 即357時又斬首 主要是拍片放在網上 很恐怖 即是人類文明的大毒瘤 很恐怖 我是接受不了 不要說這些氣聲的事 說得太多這些事 不是那麼開心 我們講一下 神鬼 我們講一下我們偉大的角師 我們講陳雲 你領大 陳雲也是領大 陳雲是你們教授 剛剛傳出來 是不是上星期二 我忘記了什麼時候 上星期頭 傳出來說 陳雲今年二月 曾經收過你們校長 叫什麼名字 橫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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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國漢的這個 所謂的 Warning Letter 要他好自為之 後果自苦 不是Warning 這是恐嚇信 恐嚇信 你覺得怎樣 你講一下你general的意見 那這些 作為一個學生 作為一個學生 我們現在一直在說的 可能都是守護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這些東西 這些很general 很理念性的東西 那 就算那個是另一個人 我都會說 你這封明顯是恐嚇信 一定會屌咬橫國漢 先不說橫國漢 已經是個狗仔 就是 他出封這樣的信 他本身自己已經 黃教之外出封信 可以這樣說 溫和一點 或者語氣 或者有些practical 有些很實際的例子 跟你說這句話不行 甚至沒有那麼嚴重 那件事可能沒有那麼大迴響 但你整個用詞 後果自負 然後還要台安 即是學壽司大法 真的 屌你老母 祝你生活愉快 屌你老母 祝你生活愉快 祝你生活愉快 那些橫國漢真的是橫國漢 真的很有喜感 最後兩句 否則後果自負 祝台安 真的很有喜感 我覺得是 算是非常低手 鄭國漢 無論他的寫法 又奸又蠢 對 又奸又蠢 無論他那封信的寫法 還是他的內容 或者他做法都是非常 狗狗 低手 狗狗 但是 都講一下 有些人就揣測 其實你陳雲 你收到封信很久 為什麼你這麼遲才爆這件事出來呢 你會不會有什麼猜測呢 我的揣測 陳雲以我所知不是教授 他只是教授 他一連續一次約 他三月收到這封信 他大概七月八月逐約 之後再放出來 我覺得是合理 我會是理解 你始終是一個人 你一定生活愉快 隨時你如果那一刻就扔封信出來 隨時真的無法續約 那怎麼辦 你讓他嗎 我會這樣覺得 我會認為 可以理解 為什麼三月的信 現在才會爆出來 角師又再次運用 他real politics的能力 又real politics 但是有些人 我好笑 我見到在 不知哪個著名左街窩上面 見到有人說 陳雲你的妖人 鄭國漢要炒你 大學要炒你這個妖人 大學要炒你 洗出警告信給你 然後陳雲就很過癮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陳雲 角師他親自胡哭 角師的親自胡哭 還有一句 傻欺 大學要炒人 是等滿藥之後不再續約 不是馬上炒你的 很過癮這些位置 我都相信 如果我們的警察是正確 這封所謂的警告信 應該就是 陳國漢不跟陳雲續約的 所謂的先兆 其實我都覺得 沒有 即是他現在爆出來 他下年的約 都 冬過水 陳雲 角師自己在facebook那裡都說 其實在半年前 他所有的什麼委員會 什麼修身委員會 什麼中文教育委員會 什麼副委員長 什麼那些教職 其實都已經停了 其實他現在很有空 除了他要教了幾堂之外 當他所有行政職務 都撤銷了之後 其實要炒你 是非常容易的 沒有影響 即是想 做這樣的職務上的調動 很明顯就是想跟陳雲說 我現在炒了 完全沒有影響 我那些委員會照顧到的 是少了個professor 少了個lector 那另一件事 在這件事裡面 一個很受觸目 或者大家所謂吃花生吃的最開心的位置 就是 當日 上年10月 2014年10月 所謂的叫做 我們偉大的 巴掌麵 巴掌麵 不開名了 巴掌麵 還有金鐘人鏈組的組長 還有很多知名的人士 我看到有學民的人體當中 我不知道怎樣面對他 他們有個人跟我同層 同層嗎 同層 你問一下他 給我講完故事 跟學民的人 很多人 聯署登了一個啟示 在報紙 譴責陳雲 濫用言論自由 散播暴力言論 完全抵觸言論自由的界線 呼籲各界抵制陳雲 不要讓他的言論散播開海 心表遺憾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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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終 其實最終 出在報紙版本已經相對溫和 只是說心表遺憾 一起抵制 強烈譴責 重新守護言論自由等等 廢話 大家看看這群發起的聯署 在報紙上登出的人 他們自己的Facebook account 以及他們的活動錄 其實他們當中的容譽 是非常之惡毒很難的 又是陳雲 你這個妖人教授 神聚應該解僱了你 不明白為什麼領大 還可以留你在這裡 你真是領大之恥 其實你看回 你只看《幻國漢風信》 以及他們說的話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你又不要說我煽動仇恨螺旋園了 你不要說我煽動仇恨螺旋園 巴掌面 金鐘人鏈組組長 那些所謂的潘教授 不開什麼名字 潘教授 你們當日 大大聲聲譴責人 說人家花歐尼言論自由 濫用言論自由 散播暴力言論 事意攻擊這個純真又善良的商學 要求這個領大 將它立即解僱 你們當日這樣說明 但是今時今日 那一道警告信終於曝光了出來 你們又假聲聲地說 我們就誓死了 我見到Will So 真是何傑雲 你啦 巴掌面 我沒有說何傑雲 我沒有說何傑雲 你不要這樣講 巴掌面他有share 支持陳雲那些 我見到有share的 巴掌面 那時候 但他又有聯署 吵他媽 你又是那一招 又是吵你老美囚蜆 祝你生活安慌 上年十月就吵你老美囚蜆 現在就祝你生活安慌 即是你當年是 你向鄭校長 給投訴訊 你給鄭校長壓力 不要叫鄭校長召回鄭國漢 很敏感 對不起 是你給鄭國漢壓力 是你要鄭國漢 警告他不要亂說話 鄭國漢跟你們做 你們成功爭取了 然後你們現在又說 成功爭取 成功爭取 解僱陳雲 就是 左膠領工 你們有工 你們當時又出來說 我們誓死後 就保護陳雲根教授的言論自由 其實不只有一群知名的左膠 他們有些名氣 當然要保護 但有一群不知名的左膠 都是暗中攻擊的 是不是在暗爽 暗爽 自己的Facebook status 嘩 吃花生 該死 陳雲一早應該這樣做 為什麼上年被他續約交 真心 你說我煽動仇恨螺旋怨 都是這樣說 這件事我覺得 所謂的知名左膠等等 完全幫不了 雖然我本身的立場很大愛 愛草之人 對 愛草之人 但這群人真的完全幫不了 那個假猩猩的感覺 真的很disgusting 是 口裡說不生看狠誠實 你現在口裡說 可不可以學術自由 但你看看報紙 有名字的 真的接受不了 沒有接受不了 那些神經病 你看一下 不要說 我們做social science 凡事講求的東西要有對照實驗 是嗎 即是你不能夠拿出一個單事件出來說 那我們就看上年 不是 今年六月 今年六月 我們偉大的大台 金鐘大台 咪手 咪手 邵先生 邵先生 他放風出來說 不獲續約 他那個不知什麼委員會 不知了什麼組織 不知了什麼組織 不知了什麼 他就說他有個教職 不獲續約 研究中心 不知什麼是研究中心 他就說教職不獲續約 就說受到政治迫害 很大壓力 就是這樣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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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烈譴責 那時候左教授就撲出來說 誓死保護言論自由 開記者會 其實那個態度都很明顯 他笑交通的時候 就誓死保護言論自由 他們是很出面的 但 旁邊的聲音開記者會 他不是自己的Facebook 巴掌念是自己的Facebook share status 就原來表態 沒有了 有沒有轉勒斯瓦陳雲呢 應該是轉那個icon 勒斯瓦陳雲 香港承邦論的 勒斯瓦陳雲 勒斯瓦陳雲 Pay for chairman Pay for chairman 那個雙重標準是非常非常的謀心 又不夠 你說這班人沒有私心呢 或者是否平等大愛 我覺得完全就 他們自己都是圍爐取亂 自己人出事 大聲一點 敵人出事 我幫你share 有啊 鶴梁振英說這是敵我的矛盾 我們的敵人受到打壓 我們應該開心 他們大愛的 只是大愛的 左教自己圍內大愛 尼新啊 邵教津上年六月說 不獲俗教職的時候 我share很多他的status 雖然說share也是很廉價 但是那時候我也有幫他出聲 現在反過來我覺得就 很不平衡 我覺得我大愛過左教 我大愛過巴掌 連草都愛 我連草都愛 不要緊 真的很大愛 陳雲根教授 作為我們的角師 實在太值得我們敬虎 太多話要說 我們下次回來再說 拜拜 待會見